按钮的话我把它调一下 就按Ctrl 键再去点它 把它移动位置 比如移上去一点 按Ctrl 键再点它 然后再按住它往上移动 所以我们就可以分成单个的跟多个的 单个的话就针对单个工作表 多个的话就多工作表 所以这个清除跟考评 但是好像有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清除的时候 因为那个清除的程式 它基本上跑的方式是怎么样 它先切到这个工作表 然后再针对这个工作表的每一个工作 每一个储存格 Sales的话指的就是储存格 所以你会发现 我按钮8的话 它会先清一个 再清下一个 然后再清下一个 因此类推 所以它的执行效率非常的差 所以我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它就会像这样一直 好像这次又比较快一点 烤平我看烤平好像蛮快的 清除的话好像就是会这样 散散散散 而且它会变慢动作 它会清给你看 然后一直散一直散一直散 那你说如果四个工作表就已经这么慢了 那如果更多工作表那怎么办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针对大范围资料的清除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把它改成用Range取代Sales 为什么呢?因为Sales是一个一个储存格 所以它跑一次它就会执行一个一段程式 那如果你Range的话基本上的话就一个范围 OK 所以你如果假设要能够提高清除的效率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把刚刚的程式 你是不是按编辑也可以跳过来 或者你切过来也可以 那可以把这一段程式 有没有?把它改成用范围的方式清除 那你说要怎么把它改成范围的方式清除 当然首先的话我们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范围?从哪边? 也就是说比如说B栏的话 那怎么一个范围? 所以我如果要改写 第一个我可以先把这个总共有七行程式 当然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不过如果你delete掉 你没得参考 所以一般的习惯会先怎么样? 把这个七行选起来之后 前面加上单引号 这个单引号的话就是把它当注解 可是如果你假设你一个一个慢慢加单引号 其实有点怕 有没有?这边怎么加? 单引号下一个 这样是注解 但是很花时间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加快注解的速度的话 教会一个方法 请你在上方这边工区列按右键 记得工区列是这个 这是储存 剪下复制 这边按右键 然后你找到有一个工区叫编辑 那可能它会浮在上面 所以你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找到一个功能就是什么 使程式变为注解 然后把它先还原 有一个另外叫还原 这个又还原 这个是注解 所以你假设选择这个范围之后 按下使程式变为注解 这些就终于注解起来了 那注解的好处就是说呢 当你还不确认是否删除的时候 它可以留在这边当成参考 如果你要恢复的话 你就使诸解还原为程式 但要去掉了 这功能还蛮重要的 接下来的话 如果要把它改写 加快速度的话 那我怎么改 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range range的话记得 如果是一个范围的话 理论上这边应该有三个范围 哪三个范围 B3到最下面 D3到E的最下面 K3到N的最下面 所以我们大概有概念之后来写 所以B3 开头也就是B3 到的话是冒号 到B的最下面 可是最下面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最下面是哪里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理论上当然 你如果不确定 你先打个40好了 那如果清楚的话 一样后瓜糊后面加一个 这样就清楚 可是将来这个40 将来会是一个变动的数 变动的值其实就是这边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如法跟刚刚一样 你可以怎么做 可以在这上面把它变成R算了 可以在这上面把它变成R算了 所以清楚一样可以把它变R 所以刚刚拿这个来复制 拿这一行 来右 放这边 R等于这个 所以这边的话一样把它变成R 然后这个后面的40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R OK 那可是问题哦 你会发现 40的右边就是一个后双一号 也就是结束的地方 所以如果假设你的右边已经没有别的字的话 那这个40后面就不用像我们之前了 双一号两个移到中间 M的两个移到再加一个R 你就很简单 你就delete掉之后 移到外面之后呢 M的R就可以了 因为它已经在最右边了 所以另外一边不用串 那M的前后加空白 这样就OK了 所以把这个R串在B 这样一样就B3到B40 把它清掉 所以先清这个范围 那再来的话就清D跟E 所以D跟E怎么写 就是 其实拿这个来的复制来改的比较快 这个 再来就是D开始嘛 D3到多少 到E嘛 所以如果你 E E的最下面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E E的最下面 那就是N OK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K嘛 K3到N的最下面 所以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再拿来复制 改成什么 K3到N的最下面 N的最下面 那就是M的R OK 我发现好像同学常常这个地方会卡住了 这个你们再体会一下 因为主要就是这个地方假设是40 对不对 那如果因为假设它右边已经是后双引号 表示说 它已经是文字的结束的地方 那你就不需要串两边了 刚刚放中间是串两边哦 如果是这种情形记得 你就是直接把事实先delete掉 然后移到这个外面哦 你就M的R 然后把M的前后加空白 OK 可能就是要再熟悉一下吧 慢慢习惯就OK了 好 那也就是说呢 我已经把刚刚 本来是逐个逐个储存格清除的方式 改成清除三个范围 那效率会差很多哦 接下来我们来训就知道了 OK哦 那所以哦 把这个总共有七行有没有 注解掉 注解 使城市变为注解这个地方 然后呢 再写这三行 放在这边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到底差多少 我们把它先考试 清楚的话你会发现 刚会跑很久 现在按一下 他怎么还跑这么慢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刚刚让他组航跑好了 所以我这边先让他跑那个考评 多工作表 我让他先输出 输出之后的话呢 我让他跑跑看 所以他会怎么清呢 第一个工作表 先清掉这个范围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应该是会变快 这个范围的话 是1跟1 这个范围 那再来的话 这K K3这边 OK 这个范围 他会把它清掉 对哦 然后下一个 然后这下一个就是下 不对 他怎么没有跳到下 哦 那我知道了 所以这边应该不需要 所以这个回圈 所以这个也不用 因为等于是他 他变成三到最 所以没有变成一直在跑 同样 那我们不需要删到最下面 所以这个也要把它注意掉 这个也不用 范围不用告诉他 这个也不用告诉他 OK 所以哦 注解的话 可能这七行不要之外 上面这个回圈 跟下面这个线 跟下面这个线 都不需要了 都不需要了 所以跑那九 原来是因为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 OK 那这样的话 把它停止掉 所以特别是哦 刚刚应该就是 所以等于就是说 原来的程式 这一段把它改成这三行就好了 所以放外面 它会比较清楚 也就是说原来的这个回圈 加这个清楚 把它改成这三行 这样就OK了 效率差多少 我们来试试看 其实应该蛮明显的 烤瓶有没有 清除 有没有 好了 再看一下 有没有 清完了 刚刚可能要跑个好几秒 现在一秒钟都不到 清完了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 一二三 然后跳下一个 一二三 所以等于是 三个范围 四个工作表 所以跑十二次 速度应该会快很多 有没有 清掉 马上OK 那只是说 你说老师 好像还有一点点不OK的地方 就是说 它好像会一直闪闪动 那你说老师 他最后可不可以不要让它闪动 其实如果不要让它闪动 好像 我记得我们是不是有讲过 如果不要让它闪动 是不是有讲过 应该有吧 就是 把那个画面更新的功能关掉 它就不会闪动 那这样效率会更快哦 可能它会一直闪 如果你不要让它闪动的话 那你只需要在最后再加一行叙述 那加的话呢 除了清除之外 考评要加 还记得那一行叙述吧 因为要 控制画面要不要更新 那这个是由Excel去决定的 它Excel的物件 它叫Application 所以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这个Application 的最大物件 这个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 Excel本身 它的物件名称就Application 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如果画面要不要更新的话 画面就Screen 所以你打一个S 它就会出现了 画面要不要更新的话 就是Screen Updating 然后呢 你就等于False就可以了 不要更新哦 OK 以后画面 反正如果要重新绘制哦 那你就不要帮我绘制 这一行打完之后呢 一样可以把它放到 这个烤坪的地方 两个地方都加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加了这个哦 刚刚画面一直散动 现在会不会散动 我试一下 好像也会散一下 就是最后散一下 不过好像应该是不影响 有没有 而且感觉好像质感突然变好 刚刚好像卡卡的 现在整个 而且哦 它另外一个好处 它跑的速度会变快 为什么 因为它不用重新画那些画面 就不用浪费资源 OK 好啦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最后的话 我刚刚主要 就是把原来这个 这个哦 复为圈有没有 Fu I等于三到最下面一列这个 清除的部分哦 把它注结起来 然后改成这三 OK 那这三里面有个R 这个R的话呢 其实就是把向下追踪 如果这样的话 向下追踪等于 等于那个R 这个其实可以拿 下面这边直接复制过去用就可以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哦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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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